常见的憋气背后 却隐藏着致命风险 一旦你没有及时地查起到这种疾病 或者没有及时地进行救治 延误了治疗 这种疾病是可以导致猝死的 一个是肺呼吸系统 一个是心脏 神秘杀手隐藏在血栓之中 伺机而动 70%的患者 肺栓材的同时 它伴有下肢经脉血栓 就一旦发生 我们救回来的几率到底高不高 健康朋友圈提醒您 别让危险栓住肺 养生秘方核储藏 朋友圈里来帮忙 大家好 我是铁峰 阿智小鱼在身旁 让您养生不迷茫 我们都知道 这肺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主管呼吸的 那么从今天节目开始 我想带着我们陪诊团 跟大家做个小测试 我们来感受一下肺的重要性 阿智小鱼 给你出题 现在我要求你们两个尽可能的别气 我现在拿秒表 我给你瞎表看 开始 看你们能憋多长时间 这下才三秒 来 看看 憋着呢 表情凝重 可以笑一笑 有点点 别不住了 我这刚夸完你 这才几秒 这才二十五秒 这 三十秒不到 不行了 坚持继续坚持 四十了 现在三十八秒 三十九 四十秒 不错 不错 你俩差不多了 我想问问你们 在憋气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就是觉得到最后快要缺氧 那会儿就有点 脑子有点乱了 那么我想让你们提醒你们 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 就让大家感受憋气 因为有一种病它发作之前 它产生那种憋气的感觉 跟你们现在体会的特别像 一旦 你没有及时地查起到这种疾病 或者没有及时地进行救治 延误了治疗 这种疾病是可以导致猝死的 那么这个隐藏在憋气背后的疾病 到底是什么呢 有请今天节目的专家 为大家揭晓 掌声欢迎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省退役军人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怀永军主任 欢迎您 怀老师 您好 主持人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大家别忘了拨打电话 说对口令 即可获得由健康朋友圈 准备的惊喜福袋 每天打进电话 前十名的观众朋友 就有机会获得 老铁的健康锦囊一本 这里面有一些经典的健康语录 还有63种 老年人常见病的 饮食指导方案 名额只有十个 好 急不可吃 时不再来 福袋口令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您揭晓 只要您打进电话 024 2318 6065 说对今天的福袋口令 健康锦囊包邮到您家 只要不转台 福利天天来 欢迎华老师 刚才我们让陪诊团 阿智小鱼体验了一把憋气的感觉 为什么呢 这个憋气的感觉 它确实第一很痛苦 第二呢 这种感觉和我们生活当中 很多疾病的感觉是一致的 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这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 憋气都有哪些疾病呢 实际上在我们临床上 最能想到的 一个是肺子 一个是心脏 那么能严重地影响 危及到生命的这种病呢 心疼 大家都知道了 心疼是可以死人了 实际上还有一个病 叫肺栓塞 肺栓塞 又叫肺动脉栓塞 就肺栓塞这个病 从华老师嘴里说出来 我都觉得背后一凉 小鱼你听没听说过 这个肺栓塞在江湖上 是鼎鼎有名 据说是排在成年人 不明原因死亡的第二位 那岂不是说他既查不到 又感受不出来 怪不得这个不明原因呢 那是不是有可能 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走路的时候 都会一不小心一下 塞掉啊 那么肺栓塞那一般情况 它都有高危因素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发现了 70%的患者 肺栓塞的同时呢 它伴有下肢静脉血栓 下肢也就是腿部 腿部有血栓了 所以有这个风险 它的肺栓塞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那么下肢静脉血栓 怎么跑到心脏去了呢 怎么跑到肺动脉去了呢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你看有很多人啊 可能有静脉取胀 有静脉炎 也可能有静脉血栓 那么这个血栓呢 在下肢的血管里面啊 它有的会脱落 尤其是在受到外界刺激的时候 比如刚才说手术 刺激脱落之后 它顺着血管 下肢静脉一直到达右心 右心之后 它要到肺动脉 那么就今天我们选择肺动脉栓塞 堵了肺动脉来之后 血流中断了 血流中断没有痒了 所以说人一下子就过去了 由憋 由憋闷而致死亡这种现象 是因为血管供应痒的这个通路 被堵死了 对 对 对 这个大家不要觉得 这个下肢的血管跟心肺离得远 没啥关系 现在看不是啊 他们关系近着呢 通过刚才那个图我们发现 这个血栓是从腿上发生的 从小腿上发生的 顺着血管一路就上来了 对 对 既往有精卖血栓的病人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不要不当回事 像有的人精卖血栓了 没事 是 轻的时候肯定是没事的 到了一定严重程度 可能在精卖血栓里面 血管病破裂了 血流缓慢了 血高凝了 这个时候就形成血栓了 再不当回事 可能某一天突然间一个地雷 就像地雷爆炸一样 突然间这个血栓就掉到 回溜到心脏 回溜到心脏之后 阻断了肺脓脉 引起了肺栓塞 严重的时候就可以危机生命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 黄老师 刚才呢 我们也试了一下 就是那个憋气 之前我跟小鱼 憋气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那种憋得够呛 受不了 那个就是肺栓塞 那种表现 那种感觉了呀 刚才说的这个憋气 是不是一定就是肺栓塞呢 这是不一定的 有时候我们感觉 这个前胸憋气 上不来气 或者气短 那么我们临床上 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肺 呼吸系统 一个是心脏 心脏系统 那么肺子系统呢 实际上有很多 比如说老曼芝 肺脊荣 肺筋病 但是呢 这些呢都不会说 马上就注意要命的 那么只有肺动脉栓塞 这是可以危及生命的 怀疑老师的讲解 我们知道了 肺栓塞是一种 非常可怕的疾病 这个非死即惨的 对吧 那么这么可怕的病 它怎么可能就只有憋气 这一种症状表现 对吧 它怎么可能 只有这一种表现 它应该还会有些 别的反应吧 肺栓塞呢 它典型的临床表现 就像我在上学的时候 教科书上都这么讲 胸痛 咳血 呼吸困难 是临床典型肺栓塞的 一个三连症 说只有这三个了 有了 我们就考虑肺栓塞了 事实上讲 这个比例在临床上 只占了20%到30% 你有这种典型的 这个三连症 是很少的 往往很多患者都说呢 不明原因的 气短了 别气了 所以说呢 它在临床上 有时候 往往往往往 漏诊 误诊 所以呢 就要提高我们 临床医生的这种 诊疗 这个意识水平 同时要让我们 普通的市民 要关注这方面的 这种疾病 黄老师 你这一说 我都觉得太吓人了 就咱们应该 怎么样发现 这个肺栓塞 或者说 就提前预防它 避免这个血栓形成 有没有一些 比如风险信号 提示大伙一下的 我觉得阿智问的这个问题 这个很好 有代表性 但是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这儿 先做一个处理 做一个悬念 稍后请怀老师 为大家揭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开福袋 送福利的时间到 前十名打入电话 02423186065的圈谣 说对这个福袋口令 就可以获得老铁的 健康锦囊一本 这里面有我的一些 经典的健康语录 有63种老年 常见病的饮食指导 名额只有10个 急不可施 时不再来 那么今天的福袋口令 是什么呢 有请怀老师 为大家揭晓 今天的福袋口令是 别让危险拴住肺 只要不转台 福利天天来 只有10个名额 赶快打电话邻居 让老曼芝告别 可谈喘 让哮喘 慢走肺 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 联合研督呼吸病医院 共同打造 愿爱呼吸 公益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837999 中医传承 将心优远 高真堂 传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液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促 育后防腹 一人一方 辨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良医好药 方险效 熬治后防 医人心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回来 今天的健康朋友圈节目 请到了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省退役军人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怀永军主任 带您了解致命疾病 肺栓塞 同时送福袋活动 还在继续 只要您打入电话 024-2318-6065 就有机会获得 老铁的健康锦囊 一本 记住今天的口令 别让危险栓住肺 那么刚才阿智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肺栓塞来临之前 有没有什么风险信号 可以提示给大家呢 怀老师 其实啊 说到这个风险的提示 其实啊 我在我们的演播室 就已经看到了一个 危险的信号 是哦 谁啊 我们 危险信号 都是 你看都是 都是 每个人都有 什么原因 第一个 我来节目录制节目的时候 我几天早上都没敢喝太多水 这个水少了 血流 因为我们是早晨来的嘛 这个可能就是有高宁的这种风险 再一个就是我们天天在这一坐 一坐可能从早晨八点半就开始忙 一直忙到十二点 这好几个小时不动 这可能也是一个血流余制的一个高分因素 那么长时间的不运动 慢慢的这个血管它就减少了流动 它的流速就降下来了 流速降下来了 它凝聚的可能性就变大了 现在有些老人 身体不好的 平时在家里运动就少 还有一些基础病的 本来血脂就高的 本来血压就高的 这样人本来就容易形成血栓 在平时 不爱愈怒 比如说一直在看电视 一直在玩手机 几个小时不动地方 血栓容易在这样的人身体里形成 还有年轻 你们虽然年轻 但是年轻人不良的生活方式更多 这些也可能会导致我们血栓形成 久而久之 你做的时间越来越长 这个血栓在我们身体里 可能就是埋一下根了 所以大家可得千万小心 华老师 还有哪些危险因素 潜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那么呢 其实经脉曲章 也可以引起非栓财 这个经脉曲章顾名思义 我们下肢的经脉 和原来的形态改变了 改变了之后 里面的血流 就不那么顺畅了 所以呢 它血管的内皮受到损害 那么血流在里面要形成漩涡 刚才大家看到那个图了 有这个经脉瓣 回流的时候 形成漩涡之后呢 它会形成 慢慢慢慢接散成小血栓块 如果你经脉曲章 越来越重 那么内皮损伤 血流余制 高凝 这三方面具备了 那么它将来有一天 也可能会血栓脱落 引起肺动脉栓塞 这个经脉曲章 可不光就是影响你的美观 如果严重的话 是可以增加我们得下肢 这个经脉血栓的概率的 而下肢经脉血栓 又可以间接地导致 我们出现肺栓塞 而肺栓塞是可以导致人死亡的 换句话说 经脉曲章要是严重了 也是有可能要人命的 怀老师 那我最想知道 就是这个肺栓塞 致死率这么高 而且还这么危险 就一旦发生 我们救回来的几率 到底高不高 是这样的 肺栓塞嘛 它分这个栓塞的面积大小 患者的愈后 它这栓塞的面积大小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如果刚才就像我们说的 我就感觉点牙气 就感觉上不来气 这种情况 一般它栓塞面积是不大的 这种经过诊断治疗 一般这个成功率 还是这个救治成功率 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最可怕的 就叫大面积肺栓塞 这种情况呢 引起我们叫 血流动力学改变了 什么血流动力学改变了 血压下来了 心跳一下停了 这种情况 抢救过来的机会 可能就更小一些 现在这么一看 这肺栓塞 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生活当中得积极预防 这样我们才能够大大的降低 肺栓塞发生的概率 我这话说的正确吗 对对 是这样的 积极预防 积极预防 对 那积极预防不是口头上的 它得做点具体事 对吧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那么肺栓塞怎么预防呢 那么一般的预防呢 比如说戒烟 适当的运动 我们还要控制体重 减少饮食中这种胆固醇的摄入 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 水果 比如说我们上班的 比如说像我们 在眼眸室这样的 要注意穿一个 稍微宽松的衣服 因为我们坐着之后 穿太紧了 别勒太紧 还挺是不舒服的 这个工作期间 我们要中间有个休息 缓冲放松的时间 不要长时间的坐着 一动不动 还要适当的饮水 那么再就是 我们有了静面曲症了 或者有了静面血栓了 这个呢 我们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建议 该治疗的治疗 该吃药的吃药 该进行定期随访的定期随法 让老曼芝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 慢走肺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 联合烟都呼吸病医院 共同打造 让爱呼吸公益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283-7999 北方嗨购全国甄选 本期推荐木糖醇山药坚果 沙奇马 精选优质原料 山东平度小麦粉 搭配铁棍山药粉 鲜鸡蛋和面 经6小时自然发酵 添加优质坚果果仁 遵循黄金比例 全程不加一滴水 做出来的沙奇马 蓬松柔软 北方嗨购联合国内 四家电视台 每周只推荐一款好产品 现在下单 马上快递到家 扫描二维码 或者微信搜索 北方嗨购 直接购买吧 健康朋友圈 邦尼约名医 我是小富 本期的邦尼约名医 我们收到谁的求助了呢 来自沈阳的夏女士 今年78岁 患有萎缩性胃炎 经常在吃饭时感到胃疼 想咨询医生如何缓解 得到这样的反馈 我们第一时间 在专家库中进行匹配 找到了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 消化内科零连结医生 我们一起来听听 他对你的诊断 这位圈友你好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 沈北院区消化科零连结 很高兴为您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有两方面问题 第一个是有萎缩性胃炎 要注意萎缩性胃炎 说明你这个胃炎的时间 非常非常长了 一方面是要注意生活饮食 冷硬辣 刺激性食物不要吃 吃饭要细嚼慢咽 不能过快 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取决好 否则的话 食物比较粗糙 到了胃里产生损伤 另一个呢 还要注意你这个年龄 虽然是胃的这个位置 但有可能有其他的情况 比如说结肠也在这个地方 如果结肠有疾病 也可以出现胃痛 50岁以上的人 一定要查一次肠镜 看看肠道有没有问题 另外呢 这个地方还有一线也在这 如果说要查一个 肝胆皮的彩钞或者CT 另外呢 如果胆囊有问题 胆道如果排食 也可以表现在 这个方向的疼痛 还有一部分人 是心脏有问题 如果心脚痛 它也可以表现为胃痛 所以很多时候 要具体的分析 具体的去看 到医生呢 详细的了解更好一些 健康朋友圈 帮您约名医 专家挂号挂不上 身体抱养 求医无门 小妇来帮忙 您可以拨打电话 024-2318-6065 随时向我们 发来求助 致哮喘 气管炎 慢足肺 腌都有把握 本栏目感谢沈阳 腌都哮喘病医院 特别支持 再次感谢 怀老师 做客本期节目 带大家认识了肺栓塞 避免危险 酸住肺 由于肺栓塞的症状呢 表现不典型 另外呢 临床 或者说 大家对它的了解 比较少 所以呢 很多病人 对肺栓塞的警惕性呢 还不够高 导致 措施 治疗的良机 希望 各位圈友们 都能避免这些危险因素 任何病呢 都是重在预防 远离 沉默的 好